会计学有一个概念叫机会成本,用在生活里比如,我和某某结婚这件事的机会成本就是我失去了和另外人结婚的机会,机会成本有多大多小这就看具体情况,但是在会计学里,在经济理论里,比如我有100块钱做了这件事, 但是我却失去了用这100块钱做另外的那件事的机会,这样看这件事和那件事的回报是多少,从100块钱来说,这件事用100失去了做那件事用100的机会, 而做那件事回报如果巨大,而这件事不是非必须的,那么就是要重新考虑这100块钱的机会应该用在什么地方 谈朋友也是这样,找到自己合适的比较好这个机会,使用的效率高 如果机会成本特别大,那说明找到的那个还应该仔细地再甄选考虑慎重的决定 谈朋友找对象一人一次机会,要让机会成本比较小 对象一人一次机会,要让机会成本比较小的机会